我們看這一題 現在有一條被拉緊的繩子 直線的長繩 它的泄密度 泄密度是每公尺0.2公斤 2.0乘以10乎1次萬公斤 每公尺0.2公斤 泄密度 現在在這個繩上有一個神波 那神波波形是這個樣子 它的波數是5公尺每秒 沿X的向右傳波 在某一時刻 神波的波形是這個樣子 如果繩子受到重力可以忽略 則當波動傳遞的時候 每秒沿X雙向傳遞的動是多少交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這個繩子上面 它波動的速度是多少 這個繩子上面的指點會在Y方向上下震動 那麼這個VY能多少 我們曉得這個VY 除以5也不是 就是下一刻 下一刻跑到這裡 下一刻跑到這裡的時候 你知道嗎 這個指點的話 就從這裡爬這裡 這個我們叫做DY 然後波動的話 就從這裡爬這裡 這個就是DX 那麼曉得 DY VY 是等於VY 向上震動 DY 除以DT 然後波速 是往這邊移動 VY VX VX 這個指點是U 是等於DX DT 這個指點是等於U 這個指點是等於U VY VY 除以U VY 除以U 除以U VY 除以U VY 除以U VY 除以U 好 那這個TENC TENC 是等於40公分 0.4公尺 除以5公尺 除以5公尺 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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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指點 在上面震動的速度 是0.08 乘以5公尺 VY 所以 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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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盯住一點 看它每秒多少繩子跑過去 那那個繩子呢 所具有的動能 就是通過 通過這個 我現在就畫一條線了 它單位時間有多少 這個繩子跑過去 那就有多少動能跑過去 也就是說 它的這個 我們叫功率好了 這單位時間跑過去的動能 這等於多少 等於是那個 這個多少 等於是那個 這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這個是DN 這個 VY 平方 DT DN除以DT 就是單位時間跑過去的這個質量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DN 這個是等於DN 除以DX 因為它這個是小幅度的擺動 所以我們通過的質量 我們說單位長度的質量 不是指這個 單位長度的質量 不是指這個 單位長度的質量是指這個 因為它往上拉的話 它長度會變長 那我們現在是算好 單位時間有多少質量 跑過去 所以長度是算這裡 就是我盯住一點 那單位時間有多少質量跑過去 就等於是你沒有震動 這個繩子單位時間跑過去的質量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就是等於二分之一 DN 除以DX DX除以DT 那VY平 那DX除以DT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波 單位時間跑過去的長度 這個就是哪 這個就是U 那這個就是Landa 所以是二分之一 多少 Landa U U 這個 VY VY 這樣子 好 那所以 這個等於二分之一 乘以多少 乘以0.2 0.2 再乘以多少 0.2 再乘以5 再乘以VY VY的話 是等於多少 VY在這裡 0.4的平衡 那這樣就是0.1 所以這0.5 0.5的話 這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乘以多少 0.4是16 0.16 所以是0.08 加爾 和每秒 所以他每秒 他有0.08這個 加爾的動能 跑過去 所以答案是0.08 便利用 1 0.10 3 4 4